到底照顧的人 是不是一定要拿比較多 兄弟之間 他們是三兄弟 那爸爸媽媽以前是在 應該講政府機關裡面的高官 那因為那個那一年代 就存很多錢 而且都會在 在那個 我們現在說的那個 什麼所謂信義區 什麼區那個 就是比較好的地段裡面 都有很多錢 那那個家裡後來兩個老的退休 退休的時候 因為老大跟老二是很會讀書 所以從小就送到美國去 那小的這個可能就讀那個普通的 你就沒辦法送去 那後來就小的就跟著父母在臺灣 那兩個大的都送到美國去 美國去他們也都 爸爸媽媽都照你的情況 就每個業都有付錢給他們 其實他們讀書什麼都不用 不用像以前說要去碰盤 他們都不用 都一直都很好 好的 但是他們從小也知道說 家裡是很有錢 那兩個孩子也知道 家裡很有錢 好的 那中間他們都沒回來 結果這個中間 其實真的是很有錢 因為他那個這個女生的老的女生 他其實是賺很多股票 他從他這一句名言叫老娘不等他吃飯 就是他買股票不賣的 所以那個你知道買股票幾十年下來不賣 那個嚇死人以前 好了那就是結果他們先生 夫妊療館心肌梗塞就這樣一趟 那因為他們兩夫妻感情很好 因為先生走了以後 太太轉風一下子轉風 好了這個中間這個過程中 因為都是急促的關係 那兩個在美國的小孩子 沒辦法臨時辦 因為他們在工作 都一定在工作 沒有辦法臨時拿到休假 所以也訂不到機票 馬上可以回來 這個中間過程中 老三的老三自己本身 不知道他在做 或是他做的 就開始因為他們有 因為你以前是高官 你們的人很多東西 很多資源都很好 他們會跟銀行的人有熟 這中間做了什麼動作 就是把他所有的 他媽媽的股票的錢 全部都轉到他們的名下 那有高歲沒高歲 就我們不知道 就轉到他自己的名下 好了所有的房子 因為他那個房子 中間除了都沒有老的名字 全部都是小孩子的名字 三個小孩子 他都平均都有 好了 那有兩間是老大老二的 美國的 因為老大老二的房子 因為怎麼他人不在臺灣 印鑑都在臺灣 以前都用印鑑 好這個印鑑都拿去租錢 把這兩個房子都把他借到滿 都沒有錢 再來就是製造 因為他錢都全部轉了 製造說 這跟銀行用 因為他還是中風還沒有死 他那個女的 他就把他製造說 欠銀行的錢 就是等於說 他還去讓銀行借錢 都是製造說 這個媽媽是欠錢 好了他兩個回來奔上 甚至於回來看媽媽 回來的時候 結果媽媽也不去 因為這種很很急 那就這樣 他回來的時候 兩個老的都走了 回來的時候 一問媽媽這三十幾年來 又給你們錢 一直給你們錢 再來就是說 他作公表都了很多錢 所以媽媽欠銀 欠一堆 你們的房子 你們的名字房子都拿去租錢 所以你們兩個趕快放棄繼承 不然你們夠買了 要再負債 對要再負債 那兩個哥哥回來 心想說 對啊 我們也沒有 因為他們在那邊 是一般的那個公司頭樓 以前都是爸爸媽媽 雖然在美國也買房子 都是爸爸媽媽在賄錢給我們 以後不用他會 爸爸媽媽媽 偶爾還是會賄一點 心田想說 這也是趕快拋棄繼承 結果到後來 全部都是這個老三 這中間差不多十元 走不去 喜劇結束 是喜劇 真的是喜劇結束 他老三拿到錢 那兩個就覺得說 我還好沒有 我有拋棄繼承 我都沒有拿到負債 對不對 然後他又不用養父母親 因為這中間 他真的是他們兩個兒子 真的沒回來 因為那邊吃頭樓是沒辦法 可以真的親家 而且一回來 他們就會覺得說 回來除了說爸爸媽媽 給的機票錢 他們就回來 回來又住在家裡 這樣子他們才回來 要不然真的是沒有 因為 說好 那對老白老母有第三個陪伴 對啦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說老三在陪伴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做 我們會覺得說 到底這樣做是不是有過分 把就拿到這幾個陪伴 所以說 我們先前開 你們幾個陪伴 我們就部 好像也有一位 在一個陪伴